香港是四大堆 不准不留的 不是这个饭 哇哦 太一股饭了哦 这个饭呢 很麻烦 要争三次 两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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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出品 九碗 福利素 大马来西亚 二碗 哇 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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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碗 第二砺 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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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二碗 今天带我们来到这个 回PJ的春冰层下面 为什么春呢 因为老板叫阿春 而且老板是来自槟城的嘛 我也是拼内郎 我也是拼内郎 这个KL的春冰层是 so far KL 最出名的一间 主角就是这个 虾面 虾面 五大天王 为什么叫五大天王 因为有大侠啦 有鱼 猪肠 猪肠 猪尾巴 猪尾巴 排骨 香港是四大天王 我自己本身呢 非常喜欢吃那个冰层下面 重点是它的汤 猪肠粉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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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这个比较纳西 纳西了嘛 它那个饭是蓝色的 所以用一种花对不对 那花叫什么 这什么花 不懂什么花 什么花 这个就是阿春的花 开了几年了 我后到尾三周五 像我在连接到卡比内之后 后来我去开了这间 哦哦哦哦 你今年几岁啊 我就18岁 18岁不过很多年前 ä climaxro 总结啦 来到这个PJ呢 一定要品尝这个阿春的 虾面卤面 还有今天阿春唱歌给你 我都没有 谢谢 谢谢 哇 这次哇哇哇哇 这个Nartillamark Village Park 是全KL最出名的 我平时呢 自己来的时候 是要爬一场龙 可是今天我们比较special 因为老板在这里 谢谢谢谢 啊 Dr.P啊 原来这个Villish Park 是红遍马来西亚 对 连那个 松尾也来吃的 对 松尾 那你的这个Villish Park 已经创办了多久了 快要十几年了 那我平时来吃呢 都是会吃这个 最出名的Nartillamark 对 最重要是 Chicken要Fresh而已 你觉得这个Nartillamark 最重要的就是 它在大人上 对对对 它的那个辣椒 里面还有一丝 这个是姜鱼仔吗 对对对对 而且呢 这个Samba呢 最重要是 要辣椒干 不可以用Jillibow 用Jillibow就不好吃了 很多其他的Nartillamark 他们都要Copy 就是你的这个Signature 对对对 可是我吃了好几件 This is still the best 其实我们的鸡鱼 你放个月 它还是这么足心 嗯 最重要 不可以用冷藏鱼 对 你看这个饭 它的放的叶姜啊 一点都不省油了 所以这个饭呢 很麻烦 要蒸三次 你看你吃多一盘 就不会满 因为它的SARCH 已经死掉了 没有那个卤姜 我是订阅家主 它蒸的饭 要把那个SARCH 蒸掉 所以它吃了就会腻 看到你们这里最特别的 就是这个炸的脆脆的鸡 是 这个是我们的SPECIAL RUNBAP 就是自己的Recipe 放进去 给它marine 这个就是你们 特别的 对对对 Secret recipe 对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NASI DRAGANG 哦NASI DRAGANG 这里就比较少人做 这个有三种米 糯米 糯米 然后一个是香米 BASMATI RUNBAP 这个就是 LONG TONG 其实新加坡也有 对 可是新加坡都有放一点椰炸 这里是放 GUA KACCHANG GUA KACCHANG 就是BINAH SAUS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 品尝中 这个是 鱼 鱼 我很讨论这个 我很想吃这个 是啊 在其他的 店啊 找不到分钟 对对 这个叫 TORONG SAMPA 好 好 好 我来自然 厂商看一下甜品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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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叫 BLEND BANDONG 嗯 CORONG SAMPA CORONG SAMPA CORONG SAMPA 好 你们如果 來到 BASMATI RUNBAP 一直要拜訪 TJK FILLY CHAP DASI RUNBAP 不用再一次 好臉 谢谢 谢谢 这是一些跟榴莲很有关系的产品 就由我们的小沈来介绍一下 这边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有最出名的 这个高山王冰皮叶饼 榴莲班级就是Pancake 然后里面是D24的线 D24是苏丹王榴莲 这个呢 这个是榴莲巴菲 它类似好像冰淇淋这样 Buffet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吃榴莲 谢谢你 那我给吃榴莲 是有酒精的吗 没有酒精的 是不是那个榴莲的关系 所以我们吃到好像有点酒精 这样的味道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榴莲酥 蛤 台湾出名楼 凤梨酥 但马来西亚就要出名榴莲酥了 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榴莲冻干 我们是用100%冒烧王果肉 拿来脱水烘干的味道 这个全部 我觉得这个赢了 榴莲产品 很厉害 我们现在去吃 真的榴莲 真的榴莲 耶 我现在看到这个PJ XX2 榴莲大 就是一般最讨厌 我们吃太多榴莲 所以长大的时候就直接了 像个榴莲 这个叫什么名 我是阿威 阿威她叫什么名 茂山王 她叫什么名 金凤王 红虾 101 梦中情人 六季 就是那个种子扁扁的 肉这么多的 对啦 吃了一个榴莲其实很普通的 他们讲呢 好像作业也是可以吃榴莲的 作业只可以吃榴莲 奶 奶 真的啊 我觉得她比较有质的 就是我的姐弟 我妹妹啊 是爱的 就一定要去买榴莲 吃的榴莲过后很多 可以补奶 是真的 其实她吃榴莲 和任何红酒一样 就是你要吃其他谁 才吃很麻烦 爱吃榴莲的朋友 没吃过榴莲的朋友 记得 来到这个KL 一定要 来自个位于 PJXX2.com的榴莲上 找阿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